尽管深喉咙 有多深 化多深 最醉的相夫學徒齊藤俊 練習時突然倒地 緊急送醫 陪天罷術 他椅體上布滿大大小小的傷口疤痕 警方調查後才發現 齊藤俊生前最後一刻 被師傅用啤酒瓶毆打頭部 同時還被師兄集體領略 這魔鬼訓練營 說的正是培訓相撲力士的組織布屋 如雷憨聲中第一個摸黑起床 這時才清晨四點 師兄們都還在呼呼大睡 最資淺的布屋學徒 就得開始一連串的例行雜物 他是延祺 16歲 渴望在相撲界出人頭地 尚夫的學徒生涯像是無止境的苦難 最資淺的菜廟得意間挑起 繁雜瑣碎的大小雜事 不但沒有薪水可領 吃飯更得按照備份 嚴守奮祭 行禮如影 學徒的日子清苦艱困 單調乏味 年輕大男孩哪能適應得了 萌生的退役在延祺心中悄悄滋掌 這一天他好不容易站上練習場 他要先打個碗 他要先打個碗 我先打個碗 你打給我嗎 不是 這種隊狀練習 在日本相撲界被稱為 疼愛訓練 前輩會把學弟不提 撞倒在地 就算喘不过气 也要他立刻站起身来 稍有反抗 就会被视为吃不了苦 没有毅力 招信打扎 艰苦锻炼 日复一日 终于延期的重要日子 总算到来 这是他的第一场晋级比赛 短短几秒 延期输了 他的战绩一胜六败 无法晋级 料想比赛后回到布屋 他将面临一场激进折磨的教训 但却怎么也看不到他的身影 原来鲨鱼而归的延期 承受不住打击和鼓指尽的压力 他逃离了布屋 彻底放弃他的相扑猛 相扑历史沉迷之路 过程极为艰辛 半毒而被 落荒而逃 不在少数 只是一旦熬出头了 又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 气势压过对手 来自爱沙尼亚的布鲁托 是延期的大师兄 他从夜店酒宝 转行当起相扑选手 短短两年已经创出名号 上上前有专人打理法纪 获得编程会议 表决通过的历史 平均月行可达约台币70万 他们享誉盛名 出入有名车 寻亏表演做头等舱 再后迎接他的 更是满桌美食 当然还有他的金发 美娇娘 布鲁托餐餐 吃香喝辣 还有娇妻随时在侧 这一天布鲁为历史们 举办晚宴 布鲁托一路上被粉丝塑涌 俨然就是个超级巨型 历史的尊容获得高度敬重 过去日本明星公泽李贵 就神看相扑历史贵奶花 有过短暂婚约 只是因为大量饮食 体重动辄超过200公斤 历史的平均寿命 大约也只有65岁